杨大哥要用这些储藏的食材和猪骨高汤 鸡汤 金汤制作美食 他说这道菜近几年在呼马很受欢迎 进显东北菜的豪放和讲究 这种毛绝膜是生长的环境是要求的非常严的 很可可 您说在金矿旁边找 对 它必须在采金的上面的矿 上面的土层里边 反正去金矿旁边找肯定能找到 对 肯定是稀有的东西 最好的就是咱这个猴头菇 整个的野生的猴头菇 等于泡发了之后它能变得这么大个 这个是做小的程度 因为它吸烟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大 这个猴头基本上在五斤左右 这么大的基本上很少很少 泡发的针膜 毛肩膜 松龙 猴头菇洗净 放于鸡汤上蒸制 泡发后的菌类如同海绵般孔隙膨胀 表面崎岖蜿蜿 内里趋近通幽 鸡汤中的清香之气 蒸腾而出 与菌菇相遇 鲜味物质层层叠加 在等待的过程中 杨大哥给味道调查员讲了一段 他和蘑菇的神奇经历 我们去的时候是两个人到三个人 猜猜猫就大家奔自己踩 就走散了 拔了一个草的时候 往前看的时候 忽然之间看了一个野猪 我的本能反应是掉头就跑 但是他的本能反应是你跑我就追 他不会爬树 我会爬树 爬树爬得非常快 直接就爬到树岔点 这穷生的本能这属于 直接抱到树岔点不会动 很吓人 后来怎么着呢 同伴来救您了吗 后来我在树点的时候 就在喊同伴 因为猪听到外面有声音的时候 会有点声音 其实他也胆小 当时他帮我来的时候 我估计他也是害怕 对 他听见一个人的时候还行 听见一群人他也怕 一听着动静多了 他自己溜溜溜他就走了 谢谢大家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金汤本身它独有的这种味道融合进猴头之中 猴头它的口感是有一种丝状的那种口感 嚼起来很有嚼劲 再配合金汤的味道 这个菜就非常到位 食物和味道总是和家乡的一草一木 紧紧捆绑在一起 对于呼马人来说 这些熟悉而踏实的味道 就是保存在岁月里的生活与记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